目前这个地区交通管制 一般的人不能进来 我们是13机构的名义就进来的 枕栋建筑被大火烧的焦黑 外墙也有多处剥落 可见火势的猛烈 志工也前往了 这个罹难者公寄的灵堂 但是因为现场管制 志工只能够在场外 对罹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之意